为了提高工地的效率 建屋发展局将扩大机器人的使用 从明年起 当局将逐步在约一半预购组屋建筑工地 以机器人进行粉刷还有抹灰的工作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 建屋局表示 当局一直致力于投资研发和试验新技术 以提高组屋项目的建筑生产率 同时也减少建筑行业对人力的依赖 配备传感器的机器人 可以通过狭窄的通道 精准地完成油漆和抹灰的工作 当局将与供应商合作 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为承包商提供机器人 此外当局也已在 登加预购组屋项目的施工工程中 采用了人工智能技术 操作塔式起重机 将吊桩和运输操作自动化 建屋局表示 将在建筑改造项目计划下 探讨其他创新的解决方案 同时适用各种先进的技术 以提高建造房屋的生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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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